夏日神定般的高階 你總懷疑我的心裡是不是會超載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我是吃飯 我是吃飯 今天又來到我的頻道 第一時間希望大家可以like and 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你到底覺得我講得好不好 短期之內我都會用廣東話分享 盡量打點字幕給大家 今天要講的話題就是 你累不累啊 其實很多時候我很累 疫情之前我都會去打骨按摩 甚至乎我做一些勞動的工作 肩頸啊 腰酸啊 大家都會有疼痛的時候 那大家會怎樣去解決呢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大家同時會怎樣去 令自己放鬆你自己 好啦 近來啦 其實都不是近來啦 其實又是疫情女朋友的禮物 那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叫做按摩兒 是SKG這隻品牌出的 其實它是一隻大陸的品牌 其實我不是經常說介紹大陸的品牌 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些人不喜歡 但是我又想提到 因為真的今天還有很多東西 Made in China 所以有些東西我們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也值得分享的 因為始終我們家人會老 我們家人會累啊 甚至乎我們年輕人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時候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還沒開箱之前 我給大家猜一下 到底它是按摩哪個部分的 3 2 1 那其實它就是按摩我們的頸椎 那我現在就開箱給大家看看 到底它是怎樣的 那首先呢 裡面就有一本說明書 對啦 然後就會教你怎樣用 但是其實我就實試給你用 因為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那另外它就有一些叫做 所以它的設計是非常之好 所以我用了一面塗在自己的頸頸上 讓自己舒緩一點 但當然我沒有用過 那另外呢 那最後呢 它就有一條充電線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它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那我經常都說 什麼叫做設計好呢 就是你隨時可以充電 可以充電 或者你隨身都可以充電 那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它的設計是非常之好 它是用Micro USB充電的 對啦 好了 它的設計其實也挺精心的 對啦 就是一個這樣的設計 就擺了一塊東西 擺了說明書 還有一條線 那就可以在這裡了 那盒子就是白色一塊 也沒有什麼好給大家看 那我首先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整塊東西是怎樣的 對啦 那這裡就有一個開關鍵 還有有不同的模式 上下力度 這樣的 那這兩個呢 就是在你頸上做按摩的位置 然後這個就是牌子SKG 然後呢 這個就是腳頸的位置 那其實旁邊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然後呢 它這裡其實就是一些防滑的設計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其實是挺窩心的 那然後呢 怎樣分左右呢 其實就是 這邊就是左邊來的 有開關鍵 另一邊就是右邊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 其實這個還沒吸緊 其實它是一個充電位來的 那充滿電之後呢 其實它會自己走電 但是 其實基本上每天使用 其實都可以用一段多長的時間 那 那 我現在就試用給大家看 那 首先我先開啟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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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的時候 它就是智能模式來的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它就會有那個 動數啦 有那個電量啦 那 那 其實它幾個鍵裡面呢 還有一個就是生聲的鍵 不過我很少按 通常都是按左右力度 還有 按 按 另一個mode的鍵 那我現在就讓大家知道一下吧 對 當你呢 轉mode的時候 怎樣轉呢 你會按不同的 開關鍵 按一下 按實就開啟 那按一下的時候呢 第一個就是智慧模式 然後就是舒緩模式 然後就是 這個是活力模式 這個就是理療模式 那有什麼分別呢 待會我就擺在頸上試完 告訴大家 那 就會回到智能模式 那當然上面呢 就會有度數的 印象中最多是15度吧 每一個 那個模式底下 那我現在一一試給大家 好 那首先呢 我就重新來過 教回度數先 放在頸上其實是這樣的 你們去到街 其實都不會太肉酸 或者如果冬天你方便可以帶出街 現在開始了 那我就重新來過 首先現在是智能模式 智能模式的時候呢 它的預設度數呢 是零的 那你不會感受到任何震動 那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去玩過一些 針灸啊 或者是一支電燃 即是坊間呢 給中風人士 有貼片 有一個電療機 就會黏在你手掌上 然後你會感受到每一下跳的 這樣 那但隨著你想刺激它的度數越多 那麼度數就越大了 那其實它是類似的 那但我就想讓大家知道那個感受 那當然 那當然度數不同 就是你自己的皮膚厚度 或者你的背的程度 你想它有多刺激你 那對時你們各下可以自己去調教吧 那但我會讓大家知道 不同的模式 到底它的跳動是怎樣 好 首先現在我是第一個智能模式 那我現在每一個模式都開六度去感受一下它的跳動 那其實它是怎樣 就是 然後就停 停 停 這樣的一個跳動 使於幾大度數可以 foster nature 那今天就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你是一個不錯的 當你在�似為左看電視次 還是按摩於你的眼鏡 每一個模式我印象中整個理療的過程大概是15分鐘左右 絕對夠你看一套動畫 如果你看一套劇集可以玩兩次 然後我去下一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是舒緩模式 剛剛開始也是0 我試一下錄到 它是每一下很深的 每一下的力度都比之前更加大力 這個模式 可能令你刺激的時候 你會更加覺得頸部好像縮了一下 讓大家知道一下吧 因為始終感受的東西每個人都不同 然後我們再去下一個度數 這個就是活力模式 這個其實很厲害 它有點像智慧模式的那個 它每一下再大力 原來它打你的過程 剛才就縮了一下 它不是整條頸部好像縮了進去 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開錄度已經感受到頗嚴重 令到我的頸部會向高 因為我縮了 就縮了高 好 我再下一個模式再試試 現在就是理療模式 一按的時候它就會0 是0 其實我不應該用6來試 就是很大力 它是怎樣呢 我給大家知道 它是有左右的 然後它是很大力 跟剛才那個不相伯作 令到頸部會左右兩邊這樣 好像左右被人打 然後你就會縮上頸部 然後不自覺地向上 對於你看劇的時候 你應該都很難享受它看劇的 看劇最多都是智能模式 對 好 你看到我的樣子你就明白 對 對 回到智能模式 其實基本上它有四個模式 智能模式 舒緩模式 換力模式 和理療模式 對 我自己覺得它是蠻好用的 然後購買它的價格 其實在淘寶買都是三百多元 如果你去打一次骨 其實今時今日應該在香港都要二百多元 那它這個價錢會貴的 然後你可以在家裡有空看劇的時候 或者你每一晚空閒抽十五分鐘去打一次 你的人都會放鬆了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說 不想大家經常買錯東西 或者怎樣呢 因為我都買錯過很多東西 那我留得在這 其實都是代表我用好用 價錢便宜合理 才分享給大家的 那 對 那相信每一個家都會有長者 或者去到一年多就有病人 那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用的設計 那它有方便攜帶 還有它很輕身的 對 那它滿電的時候都可以用很久 那我現在關機了 你可以聽聽 對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設計 那可以分享給大家 在家裡閒事可以按摩等你舒緩 那去到視頻的尾聲了 那我記得就是問一下大家 其實你們除了好像我這個按摩 多而之外你們還有沒有用什麼 去令你自己放鬆你的身體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另外記得like and share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拜拜